理事長對地的營墓跟大家拍照好 營墓中的中部也都很開心的回應 每天這時候是最期待的活動 因為以前關懷9點的客廳都減停 但是可以算上跟大家親民對這些中部來說 是一件很開心的很特別的事情 目前已經有56個一個社區的關懷據點 已經都就是在推動這種長輩一起 關懷臨時差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這個有什麼好處就是說 我們照管中心我們在我們的網站上 我們有放了一百多支的一個分享的影片 那這裡面會教長輩如何的防疫 怎麼樣繼續做一些健康的一個運動 讓長輩在這個防疫的期間 他也不會他也不會感覺到就是說很無聊 或者是都沒有跟人群的互動 全國三個境界的社區關懷的固點 都掌停上課 為了讓中部在的方議的期間 起床還是 社會教的社祖國固點 還是運用LINE直播 願意告訴中部的活動 讓中部在家裡安心核心運動 更加多出根據感染的風險 叫這天再去教 我這回我們台南有一個野生 他在用電腦給我四台 給我四台 我就叫人家去人家去調 如果十點到就 不然要用我的廟就調出來調 他們會心想 因為有東西要給他們 現在就大家要報他 大家又更好 因為這樣可以直接說過 做好做法 都在我們的手機裡面 大家都有看到 大家他會教他 他會教他 電腦比較深刻 中部的村子都在家裡上課 但是大家都上課得一日子 社區關懷的固點 如果整個運動的客廳 當時也透過視訊 關心中部的身體狀況 跟他們開港 讓中部在家裡也賣不了 我們來看下 medan-san 杈嶼花園的